乒乓球 这个被大家叫做中国国球的小球 一直以来都代表着我们国家的骄傲和梦想 但是 在最近的两次大赛里 国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最近 国拼在亚锦赛上输得 怎么说呢 有点惨兮兮的 特别是女队 没了莎莎 曼玉和陈梦这铁三角 感觉就像突然掉了链子 女团 女单 女双的金牌 刷刷刷 全被别人抢走了 看得球迷们那个新娇啊 恨不得自己上场去打 这可是咱们的国球啊 怎么能输呢 有人说 国拼这是青黄不接了 老将们状态下滑 新人又没完全顶上来 唉 想想也确实让人发愁 难道国拼真的要走下坡路了吗 别急 先别忙着哭鼻子 全景赛上 两个年轻小伙子可是给咱们带来了希望 紧接着全景赛 虽然有些新兴表现很好 但国拼的未来方向 还是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国拼能不能再次找回他的荣耀 在这次的亚洲锦标赛上 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让大家非常失望 以前总是赢的国拼 这次只拿了两块金牌 创下了这几年的最差记录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立刻就引起了专家 教练和球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女队这边 因为没有孙颖莎 王曼玉 陈梦这三位主力队员 女团 女单 女双的金牌都丢了 教练组在比赛策略和人员安排上也有问题 比如马林教练在比赛多的时候 太依赖孙颖莎 结果她因为体力和状态问题退了赛 这让女队的整体表现更糟糕了 面对这样的失败 大家开始认真找原因 有人说国平在内部管理和人才培养上有问题 同时国平也需要更重视年轻选手的培养和选拔 为以后的比赛准备更多的人 不过国平并没有因为失败就灰心 而是以开放和务实的态度面对失败 开始积极选拔新人 培养后备力量 亚洲锦标赛结束后 全锦赛就开始了 这场比赛成了国平新兴展示的舞台 南单赛场上 18岁的广东新兴敖华蕾表现很好 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 虽然最后没拿到冠军 但她的表现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众所周知 新一届乒乓球亚洲锦标赛已悄悄落下了帷幕 国平只在该赛事收获了两贯 创下了历史最差成绩 由于女子方面孙颖莎 王曼玉和陈梦的缺席 国平先后丢掉了女单和女团 以及女双三个项目的金牌 不得不说当今亚洲拼弹竞争确实太过激烈 当然 外敌的成长是一部分原因 国平内部的排兵布阵也存在问题 进入新周期后 真正能挑大梁的新人越来越少 马林在赛成密集的情况下依旧使用孙颖莎 导致后者基劳成级中途退赛 归根结底 国平还是得继续选拔人才 培养更多实力出众的新人去接班 起码要多培养一些像林诗栋这样的年轻新人 国平才能毅力拼弹步倒 否则很难在激烈竞争下站住脚 不过话又说回来 国平清训体系做得还算不错 各大地方队伍输送了不少有潜力的新人 就拿刚刚结束的全景赛男单比赛来讲 国平就又有巨大收获 两位05后新星的脱颖而出 堪称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 年仅18岁的广东新星敖华磊化身黑马 一路高歌猛进杀入了南单决赛 敖华磊的成长简直让人不要太惊喜 其实在此之前 敖华磊便曾入选过国清队 直到今年才上升至国平一队 击败徐海东一战更是成为了经典 只是有点可惜的是 敖华磊没能一黑到底 在全景赛决赛输给了黄有正 后者以4比0横扫了敖华磊 本场比赛比分相对胶着 俩人的表现都很出色 无奈黄有正还是技高一筹 夺得了生涯首个成年赛全国冠军 不得不说 19岁的黄有正确实要更加成熟一些 他作为王浩昔日的爱徒 实际上从一出道就年少成名 早在6年前的全国少年锦标赛中 黄有正便斩获了北方区的第一名 可见黄有正的天赋有多么出众 如今终于升入成年队 黄有正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 只要能够在未来比赛持续蜕变 相信还是有机会像林诗栋这样的选手看齐的 黄有正在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南单比赛中 以压倒性的4比0战胜了敖华磊 成为了冠军 这场比赛在10月14日举行 黄有正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 每局都以11比9、11比4、12比10和11比6的比分轻松取胜 完全压制了对手 整场比赛就像是黄有正一个人的精彩演出 从第一局开始 他就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让对手难以追赶 黄有正强势战胜敖华磊 黄有正和敖华磊的对决中 虽然比分为11比9 但黄有正一直占据着优势 他发球时动作有力 球路变化多端 这让敖华磊很难应对 尤其在反手快攻上 黄有正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 经常在关键时刻直接得分 在第二局比赛中 黄有正更是展现了强大的攻击力 最终 他以11比4的巨大优势获胜 这充分展示了他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黄有正精准击球 敖华磊奋力追赶 他的正手机球就像一颗飞速出塘的炮弹 威力巨大 难以阻挡 尽管敖华磊使出浑身解数进行防守 但总是慢了一步 黄有正的移动非常灵活 总能准确地在最佳位置打出球 让对手忙得团团转 到了第三局 可以说是整场比赛中最刺激的时刻 比分紧咬在12比10 双方都拼尽全力争夺胜利 敖华磊终于找到了一些机会 他的反手拉球开始给黄有正制造了不少困扰 黄有正展现强大心理素质 逆转赢得比赛 比赛现场的氛围紧张的仿佛能掐出水来 观众们都屏息静气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 在这股压力下 黄有正却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 关键时刻 他那强大的心理素质显现出来 连续两次面对对手的精妙短球 他都能准确应对 最终帮助自己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当比赛进入第四局时 黄有正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他的打法也变得更加自信 比分11比6 再次印证了他在场上的统治地位 他的打球技巧非常全面 不管是快速攻击进台 还是灵活调动台面 都显得非常轻松自如 尽管敖华磊不情愿就这样输掉比赛 努力反击 但始终无法改变对手的领先地位 随着最后一球触地 现场观众一片欢呼 黄有正高举双臂 脸上绽放出胜利的喜悦 这个冠军的获得并不容易 他凝聚了黄有正无数的汗水和努力 在赛后采访中 他表示自己很高兴 能在全景赛上取得这么出色的成绩 这个胜利对我来说很重要 他让我知道我所有的努力都没白费 虽然敖华磊在这场比赛中输了 但他真的表现得很棒 面对很强的对手 他一直没放弃 尤其是在第三局时的强力反击 真的很厉害 而在夺冠后 黄有正也显得很谦虚 他认为自己是抱着全力以赴 认真去拼去打的态度 才拿下了这场关键比赛 后续黄有正将继续冲击国际比赛 只要多加打磨 黄有正迟早会成长为国内一流的选手 因此看到黄有正和敖华磊的双星闪耀 对于国拼来讲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期待他们能继续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年仅18岁的敖华磊 真的可以说是一匹黑马 他在全景赛中一路高歌猛进 杀入难单决赛的过程中 不仅击败了强敌 还展示了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大家都知道 乒乓球赛场上除了技术 心态更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 而敖华磊在这一点上让人印象深刻 回顾他的比赛历程 最经典的一场莫过于他战胜徐海东的那场比赛 徐海东是国拼的实力派选手 经验丰富 但敖华磊在面对这位前辈时毫不怯场 打得一场强势 一举拿下比赛震惊全场 这场比赛不仅是敖华磊的高光时刻 更是他未来崛起的信号 遗憾的是 敖华磊最终没能一黑到底 在决赛中以0比4的比分输给了黄有正 尽管如此 这位少年的表现已经让人看到了他的潜力 赛后 小编在网上看到不少球迷都在为敖华磊打气 称赞他年轻有为 未来可期 确实 在如此激烈的赛场上 能够一路闯入决赛 本身就已经是对他能力的极大肯定 再来看黄有正 这位19岁的天才少年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崭露头角 打下了北方区少年锦标赛的第一名 这次全锦赛的冠军更是让他一举成为焦点人物 黄有正在决赛中的表现可谓是技高一筹 虽然比分看似一边倒 但每一局的争夺都十分激烈 小编在回看比赛视频时 发现敖华蕾并非毫无还手之力 但黄有正的表现更为成熟稳重 关键分处理得当 最终成功夺冠 比赛结束后 黄有正的谦逊让人倍感敬佩 他表示 这场胜利并非偶然 而是他全力以赴拼尽全力的结果 谦虚的态度和稳重的比赛风格 让黄有正获得了不少粉丝的支持 大家都看好他未来能够在国际赛场上继续发光发热 对于国评来说 敖华蕾和黄有正的崛起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尤其是在今年的亚洲锦标赛上 国评成绩不如预期 外敌的崛起让国评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评清训体系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说 国评要保持在世界拼弹的统治地位 未来几年 必须要有更多像敖华蕾 黄有正这样的年轻人崛起 虽然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但近年来我们看到的竞争愈发激烈 不仅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乒乓球水平提升 国评内部的排兵布阵也频频遭到外界的质疑 特别是孙颖莎殷商退赛后 女子方面的战绩明显下滑 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国评必须持续不断地选拔 培养新人 确保人才梯队建设的稳固 清训的成功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而是长期的培养和积累 黄有正和敖华蕾的成功 无疑证明了国评的清训体系 依然有着强大的后备力量 但要成为下一个临时洞 甚至超越他 这两位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黄有正来说 他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都已经达到了成年选手的水平 但未来能否持续进步 还是要看他如何在更高水平的比赛中磨练自己 而敖华蕾虽然在这次比赛中输掉了决赛 但他的潜力不可忽视 这次失利或许正是他成长路上的一堂宝贵课程 作为一名资深的乒乓球迷 小编对于国评的未来充满期待 但同时也有些隐忧 如今的拼弹竞争越来越激烈 亚洲对手的进步非常明显 而国评想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绝不能掉以轻心 黄友正和敖华蕾的崛起是一大亮点 但未来的挑战只会更大 我们可以从这些年轻选手身上看到国评的潜力 但这也要求教练组在选人用人上更加灵活 多给年轻人机会 让他们在大赛中锤炼自己 只有通过比赛的历练 年轻人才能真正成熟 国评才能持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目前的国评就是缺少这样的年轻小将 黄友正还是要在国际赛事多参赛 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 他就能够快速崛起 同时代的林诗栋已经成为国评主力 黄友正能拿下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证明了他是年轻球员当中的优秀选手 至少在目前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强的 只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小将崛起 国评的竞争力才能够延续下去 拿到这次全国锦标赛的单打冠军 对黄友正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球迷也希望他能够像林诗栋一样 尽快在国际赛场击败更多的外协选手 只有这样才能够顺利接班 在混双比赛 林高远跟刘诗文组合 4比1击败尹孟泽和小雨组合 打进了混双16强 林高远跟刘诗文也是多次合作 双方还是很有默契 这队组合前两局比赛全是11比5轻松获胜 比赛经验是相当丰富比赛 虽然对手11比5扳回一局 但是后面两局比赛 林高远跟刘诗文分别11比5和11比4拿下 整体赢得相当轻松 没有遇到太多的阻碍 林高远和刘诗文作为一队老将 依然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一天两赛全部取胜 说明年轻球员想要超越这种经验丰富的老将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更加说明 国拼对年轻球员的培养上要加强 只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 超越林高远和刘诗文这些老将 国拼的竞争力才会越来越出色 某种程度上 全国锦标赛就是一面镜子 也验证了省队培养年轻球员的力度 亚洲锦标赛的失败到全锦赛的新星 崭露头角 国拼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 但正是这些起起落落 让我们看到了国拼的坚持和拼搏精神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期待国拼的更多精彩表现吧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国拼一定能够再次找回他的荣耀 继续书写国球的辉煌历史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支持国拼 让我们一起为国拼加油